那么因为静电厂 护轮定律 静电力 只针对了点电荷来求的 很麻烦 如果你一个电荷不是点电荷 那我们要用积分来做 等着我们会讲解 那非常的麻烦 我们就发展出另外一个概念 一个观念叫做电厂的观念 这很不容易 突然有一个电厂的观念出来 这是一个创新 以后用电厂来做就很容易了 现在我们说什么叫电厂 什么叫电厂 你们高中也学过 谁能够讲出什么叫电厂 什么叫电厂 能不能讲出来 默默乎乎的 对不对 默默乎乎的 现在我们 在电视上常常看到 那个算命的说什么磁场 那个不晓得他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 什么叫电厂 你现在听仔细了 你把这个弄清楚 以后别的厂你就会搞清楚 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的定义 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主席听了 厂 什么叫做厂啊 Field厂 厂有很多厂 对不对 比如说停车厂 有没有看过停车厂 长得什么样子 不是一个空间 一格一格 它的比较大的 你就知道是停游览车 比较小一点的 小汽车 再小一格子的就是摩托车 对不对 很多这种化好的 就是停车厂 做什么用的 停车用的 所以这个空间 停车厂这个空间 它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就是用来停车的 还有什么厂没有 篮球场有没有 篮球场 你想到篮球场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长方形的 对不对 当中有一个圆圈 旁边又有画的什么样子 有两个篮框在那里 做什么用呢 打篮球的 还有什么场好多 什么超级市场 什么鱼市场 场就是代表一个空间 它有特殊的一个作用 有特殊性质 作为特殊用途的一个空间 那 变场是什么场 变场是什么样 做什么用的 以前有个同学说 电场是停电用的 它好像停车厂一样 停电用的 现在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电场 一句话很难讲清楚 将来我是用一句话 但是我现在用那一句话讲出来 你根本听不懂 现在我们看 三个点电荷 在三个点 P1 P2 P3 都摆了Q的电量在这里 OK Q不一定要一样 不一定要一样 不是 我讲错了 三个空间 这是一个空间 我把一个Q的电量 摆在三个地方 P1 摆在P2 又摆在P3 当我摆在P1这一点的时候 它受力是朝这个 大小是这么大 摆在P2的时候呢 它受力是这么大 方向朝这里 摆在P3的时候 受力是这么大 那我就知道 这个空间 跟别的空间不一样 别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 假如你哪一天 遨游到太空去 离 其他的星球都很远 离其他东西都很远 你拿一个Q在这个空间 随便 我们假定这个Q 就跟个粉底头一样大 拿在手上 我放开的时候 它扶在那里 不动 就表示它不受力 对不对 没有力 我任何一个位置 摆上去 它都不受力 那我就说 这个空间呢 对这个带电体来说 带电体受力的情况来说 通通一样 对不对 通通一样 好 等到我把这个带电体放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体温点的时候 它受力朝这个地方 那批度的时候 力是这么大 跑到这边 这个大小也不一样 方向也不一样 那我就知道 这个空间 跟刚刚我那个 遥远遥远的太空 那个空间不一样 哪一点不一样 不是什么颜色不一样 不是什么味道不一样 是什么东西不一样 是带电体在这个空间所受的力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一点不一样 那我就知道 这个空间呢 有带电体在某一个位置的话 会受力 会受力 那我怎么表示 这个空间 这种特色呢 比如说我将来拿 150库轮的电荷 随便把它拿一点 它受多少 多大的力啊 多大的力啊 那你要怎么知道 那我们就是 要用一种办法 就是把每一点 每一点 它的特色 有某一种性质 有某一种性质写出来 但我们知道 这个性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电荷 在这里啊 他受多大的力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我们就 这样子一个规定 如果把单位 单位就是 一个库轮 一个库轮的正电荷 在空间某一个位置 所受到的静电力 就称为该位置的静电厂 因为你这个Q 你说你三个位置的力量都不一样 那你一次拿50库轮 一次又拿100库轮 那你搞不清楚啊 我将来在哪里 这一点 我把一个Q 多大的在这里 会受多大的力 我不知道啊 好 现在我们规定 大家都拿一个库轮的正电荷 放在某一个空间 比如说放在这里 它受到的静电力 我们就称为该点的静电厂 那也就是说 一呢 它是一库轮啊 那我现在有Q库轮 怎么办呢 那就是一要等于 F被Q来除 F被Q来除 单位正电荷 所受的力 叫做静电厂 静电厂 那我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空间 我把所有的点 比如说这点是E1 这个E2 这个E3 这个是E4 我都测出来了 那我就知道 你把Q摆在这里 它受多大的力 比如说这个是E1 那么它的力就是Q 乘E1 你把它摆成 摆在这里 这是E3 那它的力就是 F就是Q 乘上E3 或者说 那你这个 一百库轮 就是一百库轮成 这么大 两百库轮 两百库轮成 这么大 这就是它的力 就是说我就 只要我把这个 量测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 我的力 我的电厂摆在哪一点 它受多大的力 我就知道 那是你这样子 这样子写 有它的一个缺点 就说 比如说我一个带电体 就说你这个产生电厂 一定有某个带电体 在这里 才会产生电厂了 一定原生就有 你看不见而已了 如果我这个带电体 是一个球体 那它的电荷 没有 都没有电荷 其他的电荷 在旁边的时候 它的电荷是 分布在它的表面 均匀分布 但是如果我 把一个Q在这个旁边 要测它的电厂 那这个Q会对 原来那个球上面的 电荷产生排斥力 对不对 就把那个电荷 推到别的地方去了 往球的另外一边推 结果这个电荷排列 就不是刚刚的 对称的情况 那你所测出来的 这个电厂呢 就不是原先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就会 并不是 你测的电厂 不是你原先想要的 那怎么办呢 最好是不要Q就能测出 但是又不可能 一定要有Q才测出 一 好 那有Q又会影响到一 那我就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Q 尽量尽量的变小 我不要用一库仑 我用10的 二十三分之一 库仑 当然你一定要 这个不能随便养 就说一定要是 那个电荷的整倍数 基本电荷的整倍数 尽量的小 尽量尽量的小 那就是说 这个Q呢 必须是 Limit Q Approaches Zero 这样的状况 它才不会影响到 产生电厂的源头 这就是电厂的定义 所以 电厂要记得 它的定义是什么 单位正电荷 在某一位置 空间某一位置 所受的静电力 就成为该位置的静电厂 听懂没有 听懂没有 以后磁场 也是这个样子的 类似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静电厂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 你这个空间 我只要把这个电厂 都撤出来 电厂通通撤出来 我将来 我摆一个多大的电厂 再某一点 我就知道 它受多大的力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说 你电厂怎么算 那我们就用这个 先看点电荷的电厂 点电荷的电厂 那我们就 把一个点 这个Q在这里 我们现在要问 距离它R二远 方向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P点 它的电厂是多大 电厂是多大 那照我们刚刚的定义 就是说呢 我要把Q Prime 因为电荷摆在这里 看看Q Prime 受Q的力量是多大 F是多大 然后这个F呢 被Q Prime来 被Q Prime来除 就是每一库人的正电荷 受多大的力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先算这个力 对不对 F 这个力怎么算呢 你说 这不就是用那个 我们最笨的方法 一个一个去量吗 我们刚刚不是说 库伦 它做那个 它测力的时候 很难测 对不对 你测 测这个力啊 我们以前测 做完这个实验 大概要 要三四个钟头 那你测一点 要三四个钟头 那我这里还有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 那我要 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每一点都要测 那这个工程 不是非常浩大吗 好 现在 我们就可以应用 库伦定律 你把Q Prime 摆这里 对不对 受Q 的作用力 有多大 需不需要你去算呢 不需要啊 因为库伦帮你算过了 已经变成定律了 你再怎么算 再怎么进去 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好 那我们这个就 用库伦定律 我就知道Q Prime 把它这个R Vector这个地方 它受的力是这么大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F 被Q Prime来除 那就是这一点的电厂 这是这一点的电厂 OK 好 你看 你把它被Q Prime来除 是等于什么 这个被Q Prime除 Q没有了 就变成这个 好 这个式子就是 点电和Q 有这么大一个电和Q 在任意位置 就是Q任意位置 Q在这里 随便什么位置 就是R R是一个任意位置 产生的电厂 这个式子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Q 就是这个Q啊 仅仅适合于点电和 点电和才能用 因为你要用到库伦定律 这是点电和 所以你要用这个定律的时候 这是有条件的 知道它的条件是什么 仅适用于Q为点电和 我上学期跟各位讲过 我们学好多好多定律 都是有条件的 或者用一些式子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你们最熟悉的 很加速运动公司 你要用这一组公司的时候 条件是什么 加速度一定要是 定制 对不对 确定它是定制 才能用啊 好 基建能守恒是什么条件 你要确定什么条件 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基建能才守恒啊 动量什么时候守恒呢 就是外力和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动量才等于零哦 好 所以你要用 用这个基建能守恒 你一定要先证明 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你才能用 你要用动量守恒 你不能马上把他 只能一句话 用动量守恒不行 你要证明 它可以适用于动量守恒 就是要证明它的外力的合力 等于零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要用这个式子 一定要先确定这个Q是 点点恒 我这么样子的提醒各位 就是说这个非常的重要 用一个式子 或者一个定律的时候 它是什么条件之下才成立的 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到 好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就可以 用 刚刚那个是检验电荷的方法 好 我们把Q摆在这里 他就说我们知道这个 一个 任意一个电荷Q在这里 它周围的这个 电场呢 我们就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它算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 比如说我现在要知道 这个空间 电场是多大 这个空间电场多大 这个空间电场多大 电场这个东西很抽象的 你能不能看到它 看不到 你看不到它 好 看不到它 那我们 怎么办呢 那么法拉第这个科学家 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把一个抽象的概念 用一个叫做电力线的 这个概念 把它变成比较具体 他说 你这个空间有 有电场的分布 对不对 到处都有电场 他说 我一定可以画出一组 不止这一条 电力线 这个不是随便画 不是像艺术家随便画一笔 它有一定的规定 这条线要怎么画呢 比如说这一点 做这条线的切线 这个方向必须是这一点的电场方向 这一点 的切线 必须是这一点的电场方向 这样的画出来的线 我们就称为是电力线 电力线 那么照这个样子画出来的电力线 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刚刚也没听懂 电力线 上面的一点 在这条线的切线方向 就是那一点的电场方向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从正电荷发出来 就是说 它有一个方向 有没有一个箭头 你立着这个箭头方向 追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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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正电荷 它从正电荷发出来 然后你沿着这个副电荷 沿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一路追寻下去 一定会有一个副电荷 它就终止于副电荷 所以电力线是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副电荷 第二个 两条电力线不会相交 就是说你现在再有一条电力线 不可能相交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一条电力线 在这个地方相交 那你这一点可以做这个切线 也可以做这一条电力线的切线 那这一点有两个切线 就是代表 这一点的电荷有两种方向 它不可能 电荷就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说你空间的电荷 分布如果固定了 那么这个电荷 这一点的电荷就是固定的 方向就是固定的 像这个样子 你看 它在这里 下在这里 它有这个电荷 这个也是电荷 这个切线 这是这个切线 那这一点呢 两个电荷的方向 不可以 不可能 还有电力线较密集的地方 电荷比较大 电力线较稀疏之处 电荷比较小 我们看下面这个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荷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在这里摆一个Q 受的V一定朝这边 你在这里摆一个正Q 受的V一定朝这边 往这边去 好 你看 你在这里里头画一个球面 球面 它电力线的数目不是 单位面积通过的电力线不是 比较多嘛 对不对 你全面大一点的话呢 还是这么多条 但是你面积比较大了 单位面积通过的这个电力线的数目就变少了 就变小了 好 那么因此 这个地方电厂很大 再来就比较小 再来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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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密度 西中的地方电厂比这个密集的地方的电厂呢 要来的小 好 这是负电荷也是一样 负电荷的话 你把一个单位正电荷在这里 他受力一定朝这个方向 好 你看 两个 都是正电荷 结果他的电力线是变成这样子 不会相交啊 那电力线不可能相交就变成这样子 好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好 那么他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电力线啊 密集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区域的电厂很大 越往这里就越小 对不对 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 我随便拿一点 在这里 我可以估计 他的电厂方向是什么 因为我可以 可以想象有一条线是这样子过来 对不对 电力线 那么他的电厂方向一定朝这一边 那就是这个电厂朝这一边 那你这一点在这里 和一点在这里 那我就知道这一点的电厂 比这一点的电厂要来的弱 这个好处 这是两倍的正Q跟一倍的负Q产生的电厂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电厂了 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电偶级 Electric Dipo 什么叫Electric Dipo呢 就是说 我有两个电荷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电量都一样 它们之间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 这个方向 我们用向量来表示这个距离 是从负的到正的 那么这两个电荷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偶级 这两个就叫做电偶级 OK 就叫电偶级 它的方向 就是说这个方向 假定这个方向是D 它从负到正 那么我们就把电量的绝对值 就是用正Q乘上D 令它等于一个P 这个P是什么呢 P我们就称它叫做 电偶级矩 Electric Dipo Moment Electric Dipo Moment 这个定义要记起来 电偶级在这里 那么它的电偶级矩呢 就是这个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 这个电偶级 电偶级Q跟负Q不是形成一个电偶级吗 这个就是它的偶级矩 电偶级矩 它现在摆在一个均匀的电厂里面 就说这个空间呢 有电厂是这个方向 是均匀的 大小都一样 方向都一样 那这个电荷Q会朝这边受力 对不对 这是负Q呢 负Q受力就朝这一边 因为负Q乘1是等于force 朝这一边 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 正Q受力朝这一边 F plus 负Q受力是这个 F minus 那么它的总力呢 total force 就是这个力加这个力 这个力加这个力 等于零 就是说 电偶级矩 在均匀的电厂里面 它所受到的力 是零 总力是零 但是它会有力矩 因为这两个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但是它的作用线 不是同一条 于是它们中间就会产生 这是一对力矩了 力矩就会有力矩 对不对 这是一对力矩 这个其实是一对力矩 它的力矩呢 就是等于 低 低是这个低 从这里到这个低 cross cross 力 力是Q 力的矩 我们就用正的方向 就一个 一个方向 其实 我们就用这个正的 低 cross Q E 最后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Q拿到这个 E的前面来 Q D就变成P 那就变成P cross E 所以 所以 这个力矩 就是这个力 这个 电偶极 它受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的 力 这个力矩的大小 就是P 这是 它的电偶极矩 cross E 你看看 你照这个 E比看 它的方向是朝什么方向旋转 这是什么方向 顺时针方向 对不对 顺时针方向 好 算到什么时候为止 算到Q 跑到这边来 负Q跑到这边来 跑到这个P呢 这P就变成这样子了 P跟E的方向相同为止 一直 一直会把它作用到 那样的位置 你看 最后把它转到这个位置来 这是 这是 外 就是我们把它摆在电厂里面 这是均匀的电厂 调极很重要 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电偶极矩 这个定义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要谈 电偶极 在均匀电厂中的位能是什么 位能 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受力矩 对不对 你摆在电厂里面 它会受力矩 那我把它 比如说我把Q摆在这里 这个力就把它推到这边来 我把这个推到这里 它又回到这边来 推到这边 又回到这边来 那就跟我们在重力厂一样 我把东西举H高 它要回放手 它又调回来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算 如果我们用Y力矩 不是电厂给它的力矩 我不用手给它一个力矩 从Zeta1这个角度 转到Zeta2去 那么均匀电厂 对电偶极所思的力矩 你看 它到这里来 结果这个电厂的力矩是朝这个方向 是顺势针方向 我们给它的力矩是逆势针方向的 那么 当我们把它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电厂给它的力矩做的功 就是Wta等于什么呢 就是这是力矩做的功 我们在第一次讲过了 Tao.Zeta 从Zeta1到Zeta2 因为这个Tao 你看这个DZeta是逆势针方向 Tao是顺势针方向 这两个方向相反 因此Dao以后就变成负的 TaoZeta 那Tao呢 是等于P1 P1 它这个力矩 你看Tao是这个东西 它是P乘1乘上SineZeta 它Cross Cross就是P P是这个方向 E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们之间的角度 是DZeta 就比如说在这里 DZeta 那么我们把这个积分 T1拿出来 这个就变成负 Cross Zeta 积分 Zeta2 Zeta文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个力矩 所做的功 仅仅跟它的起初脚位置 跟末后的脚位置有关 跟当中的路径没有关 就算你推过去又推回来 推过去又推回来 最后是PC 跟起初状态 跟末后状态有关 仅仅跟这个有关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可以化成未能的形态 未能的形态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令它等于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P2-P1 我们现在令 Zeta2 是90度 就是说 当这个Q是在 这条垂线的地方 我这画得不太好远 这个比较垂 这边怎么斜掉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是90度 我们令 设定这个地方的未能 等于零 好 那么 任意位置的 在这个位置的Zeta Zeta1 我们就称它叫做Zeta 就是 任意位置的一个 符号 那么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是零 负负得正 EP EP1就等于EP 所以我们就得 EP是等于 EP1 你把这个EP1 EP1等于EP 那EP2等于零 OK 在这个地方叫做EP1 在这个地方是零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 Potential Energy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1 负1 EP 乘上 Kosacida 我们把它带到这里来 这个work 就变成了Potential Energy 你看 这个 Zeta2是90度 这个就是零 对不对 这个乘这个就等于 负的 P1 Kosacida 这个要记住 电偶级 在均匀电厂里面的 未能是这个东西 他的Talk 是等于这个 这要记住 电偶级 在均匀电厂里面 受的力举是这么大 未能是这么大 这个EP我们就称它是 军云电厂中的未能 在均匀电厂里面的